就有机会能够迎娶到我们送出的这些众多的礼物 包括有车队的车手限定的好礼 同时还有车手同款的卫衣 以及王国隐正的车手签名海报 这边也写着很多朋友都在送祝福 85号赛道评告 85号在今天的发挥应该说还是相当的稳健 1分58.7648 现在王一波的成绩已经刷到第三了 非常厉害 哇 这边已经是在不断的加速 现在跟自己的队友的成绩已经非常接近了 李宗的成绩现在排在第一 王一波的成绩是排在第三位 300cc排量的比赛将会非常的好看 因为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大家的这种绝对的急速 它并不像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大排量公升级车那么快 因此线路的选择会比较多一些 那在正赛当中 其实厮杀就会非常的激烈 现在整个的第一次练习还剩下9分多钟 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积极的互动 其实你们可以来给我留言 因为第一次练习结束之后 我会很快地跑下去 来跟王一波做一个采访 简单地问他几个问题 不知道你们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问他的 都可以在这边来留言 然后我们随机地看看 有机会来挑选 问问王一波他的一个感受是如何的 我觉得现在王一波应该已经 已经是在逐渐的在 还是在尽量的在冲速度 因为节奏已经出来了 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赛车的整体的感觉相当漂亮 还是认为整体的感觉相当不错的 越跑越自信 一链刷到第三 那么二链 恐怕这个成绩会再进一步 李宗1分53秒2 王一波1分58秒7 然后排在第二的胡同明呢 也不过是1分58秒2 所以王一波跟胡同明之间只有点5的差距 这个厉害了 这个如果亚马哈是一二带回的话 那太厉害了 而且感觉很有希望 现在还剩下7分多钟 然后现在王一波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刚才赛道当中有一辆车出去 所以可能有些地方会出现黄旗 所以按照赛会的规则规定 一般的比赛当中如果出现黄旗的话呢 你需要限速行驶 不能超车 就是这一边 不过还好呢 这个车丑已经离开赛道了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还剩7分多钟 这样的话 王一波有机会能够再进一步的来争取一下 把这个圈数刷出来 目前是第31分58秒768 他这个成绩现在跟第二名只差了点5 左弯 这边其实在重沙进弯的时候边上是有车的 这个已经有一点比赛的味道了 前面777号 这就是李宗 所以现在李宗跟王一波呢 是前后在一起 这是两位队友 给人感觉刚才李宗也回头看了一下 是不是两位队友之间要做一个默契 看看有没有一些配合的动作出现 最关键的就是真空带上如果到直到带一下的话呢 有可能把这个速度带起来 李宗还在回头看 再看王一波距离他有多远 就距离稍微远了一点 因为李宗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1分53啊 所以比1分58要快很多 李宗的刹车特点呢 这跟王一波非常不一样 典型的深腿质 然后过了第1弯第2弯 紧跟着第3弯 同样的也要走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一个线路 你可以看到李宗的线路跟王一波的线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这两个人的车的调校呢也不太一样 王一波的车载 过了第4弯之后 接下来第5弯 紧跟着第6弯是一个高速弯角 全游过第7弯是中杀 这边 这还是刚才的成绩 李宗再次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队友 把自己队友放过去了 车队车队呢 现在也已经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检验 王一波现在的成绩排在第2位了 成绩不错 李宗现在成绩呢是排在第1位 批房区等待一下看看 差不多还剩下4分钟 王一波将会回到这个维修区当中 我们有机会呢也跟王一波来进行一些沟通 看看他们的表现 明镇一波 静大雨 开队 两波 中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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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